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百年风雨一回眸 人间天堂楼外楼 月经多少藏草诗 明时明楼尽风流 从传承永创新 每位佳阳观神中 茶尾巴我为满 湖上潇洒些春秋 让问美是何处有 人间天堂楼外楼 人间天堂楼外楼 这你还能告我吗 我告不了你 把钱给我消除 拿什么去 我们安卓广播可是要收费的 你不会觉得我会免费送你一台吧 你们是真不要脸啊 二弟 我们都明白的 孙哥长既然带着东西来了 怎么可能让他空着手走呢 对吧 还是大少奶奶明示 不躲就五十大洋 还愣着干嘛 赶紧把线给我接上 老帐放 卡五十大洋来 南京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新闻 中华民国南京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 梁洪志亲自率员 前往江西九江 未劳大日本皇军松浮一零六师团 大日本皇军 别关了 除非你们打架 你将西进 松浮一零六师团 走 长江北岸 切断粤汉警律 松九新王第二警团 突破大别山防线 刚说了 对了 以后这种事 还是我来处理吧 老子 这声我是真听不下去 这楼外楼地道的杭麻菜 在这种声音的陪伴下 全变了味儿了 这广播的什么来人啊 是呀 是 是什么人啊 是 你们也都看到了 这个是他们强行装上的 我们也是没办法呀 这样大家伙啊都先坐 这收音机啊 就让他闹着 他闹他的 咱们吃咱们的 不就没事了吗 我是听不下去了 别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别 你们去哪儿啊 别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别别别 二少爷 这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鬼风 我就是四处转转 真没想到 别挨家挨户的 全都装了这破广播 这都是被日本人闹的 这生意啊 简直都没办法做 二少爷 您来了正好 上次还擦您三块大洋 我这就给您取去 好嘞 小秦 这位是 这是我爸 二少爷啊 还得感谢您 对秦儿多多的照顾 伯父 千万别这么说 都是小秦啊 一直在帮我的忙 不不不 多亏了您了 要不可就苦了我这秦儿了 现在这让鬼子闹的呀 这书场全都关了门了 我都没地方说书了 你妈爸是说书的 是啊 二少爷 不瞒您说 我阿爸的大叔 还真是小有名气 尤其是那本说月全传 说月全传 那您是金生博呀 那不是小有名气呀 那是大名鼎鼎啊 惭愧惭愧 金先生 幸会幸会 您要是不嫌弃的话 明天啊 您到楼外楼 我给您开个专场怎么样 那可太好了 能到您楼外楼去说书 那我一定得好好的 买卖力气 一言为定 躲门点 对 好 老子 你就不怕得罪那个孙科长 我这是知道 他们抓不到我们什么怕的 我是怕你惹麻烦 现在势头不在咱们这边 还是应该小心点 放心吧 诗曰 将军勇敢 势争先 翻寇茫茫去若燕 十路得马 相以福 空琴无珠 献军前 今天 咱们说一段说月全传 话说这一天 岳元帅升作中军宝战 点兵派将 只见岳元帅 别停 董伍剑 又来我们家捣什么乱 孔家宝 你个胆可够大的 竟敢违抗皇军的命 我违抗什么命令了 这广播 你们让安我安了 我们楼外楼一开门 从早到晚就没停过 一直在放 我哪儿违抗命令了 你这叫做洋奉英伟 孙武剑 你要知道 我们家楼外楼是后腾长官 三番四次请我们回来开的 你要是再来这儿捣乱 这店我就不开了 你 算你狠 何事长 你怎么来了 不是跟你说有声上办公室找我吗 楼外楼的洪家宝 目无王法 在店里面请了一个说书的 那声音大了 把收音机的声音都给盖了 请个说书的 说就说吧 说不出咋气去 就让他这么继续说下去啊 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 清楚 何市长 那我告辞了 爸 爸 这事你就 哎呀 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儿子呀 这我找匆忙材质怎么 您一点没有遗传到啊 我跟你说啊 楼外楼现在是如日中天 名声在来 这日本人哪 就是想通过这楼外楼 来表达一下中日之间的友善 你说你老跟楼外楼过不去 这不就是跟日本人过不去吗 哎 最近那后藤军 有什么样的想法啊 没啥想法 不过 那天听柳村司令 向后藤长官报言 说什么西湖边 少了一家日本料理店 那些来西湖游玩的日本军药 想吃家乡菜都吃不到 嗯 嗯 老大师长啊 嗯 这么急叫我到这儿来 不会是光请我吃皇家菜吧 哪里啊 我们这儿最不缺的就是皇家菜 这儿缺的 是一斤正宗的日本料理 哦 嗯 讲 臣是英雄所见略同案 上次柳村司令官还提起过这点伤 说我们日本的军政药员 来西湖游玩 想吃一口日本料理 比登天还难 是的 所以正应该建一所日料店 是是是 赵副会长 嗯 你对这一代熟悉啊 你看这个日料店 建在哪里合适啊 日 哦 楼外楼那可是一块风水宝地啊 要是能把楼外楼改成日料店 那皇军 必定满意 好 不行 楼外楼名气太大 擅自更改经营项目 不是明智之举啊 我看 这地方就不错了 不行不行啊 我们老雁京 虽然没有这个楼外楼名气大 但也是在西湖边上 传承了几代人的名店哪 是不是啊 厚藤军 这老雁京 可是地道的皇家菜 改了呢 太可惜了 可惜 除了我们大日本天皇 还有饭馆 敢称什么 皇家 就这么定了 来 二位客人 东西都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等早上你们过来取 我会在这儿等你 二位客人请慢用 太可惜了 这回咱们可是要发大财了 哥 老雁京是咱们赵家留下的总业啊 你让日本鬼子到咱们那儿办料理店 告诉你 这是给咱们老赵家连着磨黑 我不干嘛 什么主动不主动大哥 咱们主动收大雁 把楼外楼那块地都收没了 没有 你还不 你还不 你还维护他什么脸面呢 哥 有话说 商人只要有力 刀尖上那血他都得舔 可不是吧 老师 你这老雁京只要一改成料理店 生意肯定十分火爆 等着收钱吧 我不干 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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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找厚腾和何赞去商量吧 这是他们下的命令 我告诉你哥 抗命不同 等着掉脑袋吧 你哥 开雨 我 我赔 你 那长官长你笑笑起来 你党得说得对呀 这这这钱不赚 大傻子哪 你给我闭嘴 赵天狱 我头断了我也不干 把电话 啊 哎 二少爷 怎么了 没事 全是杂音 太好了 没事太好了 是咱们弄怪的吗 不是 那更好了 哈哈 你们广播有声吗 有声有声 你来听听 来来 这什么声啊 全是噪音嘛 这噪音不比那噪音好听多了 你这是什么话 我告诉你 西湖沿岸所有商家的广播都断了 这一定是背后有人在捣鼓 你们给我留个神 要是你见到什么可疑的人 给我们说一声 你确定昨天晚上见到的是阿文 没错 他们交给了阿文一大捲电线 这苗团长 急着让我们开楼外楼 阿文又往新四军那儿跑 这里边一定有名的 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胜张 搞不好会株连九族的 好的 我明白 开张了啊 客官 里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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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食料理 这名字取得好啊 增添了我几分思想至情啊 就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啊 里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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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了 里边请 大胆规呢 里边请 可是躺着呢 可能是病了吧 病了 病了 我看他这脑子有病 主要司令官高兴 咱们就荣幸之责啊 荣幸之责 好 我的家臣金督啊 此事正是樱化满天使 让我想起了 我们日本平安时代 大事人既然知道一首诗 你一首诗 帮周深远 那是三十五 我看你走 我看你走 这三十五 我看你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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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子 我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一旦买到进场 收一块钱 长官 您看能不能少 少不了 行 给您 走走走 菜放这儿放这儿 走 站住不要 站住 我抓住 他们想跑 我抓起来 安文 还没见着你啊 这见鬼了 会不会出什么事是吗 舅舅 怎么回事啊 你看 都这个点了 送菜的一个都没有 也不知道出什么事了 来了 来了 你怎么才来啊 这能来就不容易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你们还不知道吧 现在维新政府的这些 日本狗腿子 到处是设点收费啊 就我担的这一箩筐子的白菜啊 要向进城 最少要给他们交十个铜板 我这生意他没法做啊 这简直就是不想让人活 不就少交一个铜板吗 还白挨了一顿奏 这样吗 从今以后啊 你们交的钱 都算我们楼外楼的 那可不成啊 那你们楼外楼 那可就亏大发了 我们楼外楼啊 毕竟家大业大 你们不一样 挣点钱不容易 还得养家糊口 都 不大当家了 合赞市长 让我给你捎句话 只要你 带着你的忠义救国军投赏 那就让你当我们隋兴军的团长 你回去给那个不要脸的合赞带个话 告诉他 我杜小生站着是个人 敞下是棵树 绝对不会像他那样倒下奸的 兄弟们 给我打 给我冲 走 大明鼎鼎的杜队长 也会被人围着打呀 没什么大不了的 要是没有你们 老子正要能杀出一条血路 一鹤 口气还不小啊 我们救了你 连句谢都不说 还竟敢在这儿口出框言呢 我还没有这么不懂礼貌 谢过了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你们应该是共产党的队伍吧 苗团长 我刚才捡到一把枪 可我们队长非让我交工了 这不是佳秀妹子吗 佳秀 杜大哥 怎么是你啊 原来这弄了半天 是你的手下被日本人围在这里啊 丢人 说得是 我这个队长 脑子真不够实 不说这些 今天既然你们帮了忙 我得设宴尽一下地主之仪 我得好好款待一下我的佳秀妹子 苗团长 今天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我想啊 带着我的兄弟 加入你的手下 咱们一起打鬼的 好 刚刚我可是听人说 何瓒托人给你烧话 他想让你去绥靖军当个团长 放着这么个美差你不干 非要跑到这荒郊野岭 给我们受苦吗 苗团长 你不了解杜大哥 他的脊梁骨 没那么软 还是佳秀妹妹了解我 可凭你的性格 不可能踏踏实实地待在新四郡 你这是瞧不起我啊 既然这样的话 我可以加入孙震的部队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走 真生气了 跟你们生气 犯不着 那还把酒碗一摔 把我这个客人撂在那儿 不过说实话 刚刚还真没有跟你开玩笑 你真应该带着你的兄弟们 去投奔绥靖军 你再跟我说这些话 别怪我对你不尊重 杜大哥 你这边着急嘛 你听苗塘长慢慢地说 是啊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你就像沙暴斗不停地蹦 你先坐下 坐下 走 走 是这样 这段时间 日军在绥靖军的带领下 对我这西山区进行了疯狂的搜导 这些绥靖军 这些绥靖军 因为都是本地人 人熟地心熟 搞得我们很是被斗 我是想让你 带着你的队伍 明以投降日 暗地里给我们做内省 平日里可以搜集一些杭州城里日本军的情报 关键时刻可以理心拜合 配合我们的武术道成 还是让我当汉奸吧 不干 绝对不干 杜大哥 您看过苦肉记没有 看过 老将军黄盖 为了将冬赴老免遭炭 不就忍辱负重炸降了曹操吗 虽然背负了些骂名 但最终获得了奇功 那你杜小生 为什么就不能学一把黄盖呢 但是我要是回了杭州 干了绥靖军 那我日后怎么说得清了吗 俗话说 大道无言公自在 封碑有行人心间 使英雄绝对不会变成狗凶 修水 你怎么 你还活着 杜大哥 你怎么回来 修水 你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是不是在忙 你真的爱我 杜大哥 那次我假装跳河 是为了让你断了对我的念心 可以离开杭州 不跟那帮鬼子航穴一起 可如今你怎么又套上了这身狗屁 修水 虽然我参加了绥靖军 但是跟你想得不一样 你本来听人说 你在这稀拉起了自己的队伍 在我心中你已经是英雄了 难道你被他们召唤了吗 怎么可能呢 修水 这跟你想得不一样 那你说是为什么 为什么要去参加绥靖军 为什么要去给日本人当汉奸呢 我跟你说 修水 我怎么跟你说呢 是他们让我参加绥靖军 但他们 我没法跟你说清楚 总之不是你想的那样 修水 早知道是这么个结果 我当初就应该跳河色索 修水 小翠 我们走了 我可不想让人说 是罕见的妻子 修水 放开你 你要相信我 这跟你想的不是一回事 以后 我永远不是你的妻子 真是没想到 三哥投奔了隋靖军 可我怎么都不能相信 这三哥的个性 应该不会啊 可他明明白白 穿着那身狗皮回来了 修水 你也别难过 人格有志 不可强求 有些事情 现在还说不好 这段时间你们先分开 你也可以避免一些骂名 也只能这样吧 你现在住什么地方 我回我自己家 有事情一定要来找我 谢谢你二少爷 应该 那我先走了 南京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新闻 列位看官 咱们书接前文 上回书说道 那奸臣秦桧 与王室在西窗之下设下独计 要谋害岳王爷 坚臣五国 这卖主求荣 助纣为逆的坚臣 历朝历代都有啊 没错 就拿咱们现在的杭州来说 这何赞赵天宇把持的维新政府 那纯粹就是个坚臣窝呀 还有那杜小生 我原以为他是条汉子 可没成想这姚氏一变 也成了白脸汉奸了 你来干什么 我们楼外楼没有违反维新政府的法令 这是不欢迎你 二少爷 你这怎么说话呢 怎么说咱们也是多年的交情了吧 即便是以往咱们之间有误会 这杜小生 你们应该算是脱裤子的兄弟了吧 这么长时间不见人家 也不请人家喝杯茶 这还站着一大活人呢 我怎么没看见 估计啊 是这身衣服给闹 这身衣服 跟半夜偷鸡的黄鼠狼一个伤 说得没错 我是黄鼠狼偷鸡 见鸡行使 别什么激不激的了 有风之几千杯少 话不投机半句多 有话就说有屁快放 二少爷 不是我说你 这么多年了 你这脾气就改不了了 好吧 我呢 长话短说 过两天 南京维新政府的要员要来杭州市场 何市长呢 要宴请行政院院长酒席嘛 就设在你们家的楼外楼了 我今天过来呢 就是跟你商讨接待的事宜 看看吧 这全都是山珍海味湖上针仙啊 真舍得花钱啊 这事啊 我们楼外楼啊 干不了 你可别 狗子做教 或是抬聚啊 我说了 干不了 没菜啊 你们现在各个地方设卡 这菜根本就运不进来 除非啊 把那些卡全都撤了 那我不管 这桌酒席啊 你办也得办 不办 也得办 那我也不管 我们楼外楼啊 明天歇夜 顾总啊 我没事儿走 来了两只黄鼠啊 杜大哥来了 你们刚才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这宴席 我们做 到时候你们人来就是了 菜单有了吗 不过这价钱 可就不能照平日里那么算了 大少奶奶 你才是真正的做买卖人 这竹钢桥的 真是火候 您过奖了 在商言商吗 拜托 我今天 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情况 杭州委事长何在 将跟柳森 正在谋划一次 大规模的春季大扫道 驻扎在杭州的绥靖军 将跟日军协同作战 试图一举歼灭 我这期的抗中央动 你们得加强防范 这个消息可靠吗 绝对可靠 如果光靠防范 是一种被动之局 要想彻底粉碎他们的扫荡计划 我们就应该主动出击 你意思是 面对面地跟小鬼子来一场刺杀 这绝对不可靠 是 苗先生 我们俩想到一块去了 我是说 打蛇要打七寸 而他们的七寸 就是这个盒子 如果可以除掉它 就可以粉碎他们的扫荡计划 为我们赢得时间 这想法不错 可是从哪里入手呢 我听出这个盒子 他们非常狡猾 行动十分诡秘 找机会除掉它 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机会有了 合赞后天 在楼外楼要宴请 南京方面的行政院院长 太好了 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那你的意思 想让我回杭州啊 是的 家主 你是楼外楼的大少女 你比任何人都了解 楼外楼的情况 所以此项任务交给你 你是最合适的人权 可是我听说 现在杭州城 城里城外 都设了哨卡 而且盘查极其严密 那这枪制弹药 你怎么能带进去呢 这事儿 我来想办办 华少爷 您怎么晚点休息 来 你说我嫂子 那接下这个酒席 是不是多此一举 我该怎么办 安少爷 这事儿其实不难办 这酒席办得好坏 赵田宇应该比您犯愁 您可以找他要一张通行证 不然的话 咱们就只能罗不清在班上桌 巧妇还难为五米之吹呢 不过让我管他要通行证 我还真就赔不起这里 那要是这通行证 能帮助大少爷除掉何赞的话 您这脸面愿不愿意赔 你是说我哥哥回来 还要杀何赞 对 但是现在具体的细节 我还不清楚 苗团长让我求你 一定要弄到一张通行证 一直都没点破你安安 总觉得你是有事情瞒着我 可是没想到 你藏得够深的 安少爷 您可千万别怪我 有些事儿 我是绝对不能说出来的 我不怪我 你帮他们做事儿 是帮着和外交张脸的 我还有一点不明白 你们要通行证干什么 晋菜啊 当然了 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也可以一起进来了 安德 没想到你会走进我的办公室 我来是跟你说正事儿的 你那个宴会还想不想办 你嫂子已经允诺我了 她是允诺的 可没有菜 难道拿萝卜干和咸菜重书 你是在威信我吗 我说了 我是来跟你说正事儿的 我需要一张通行证 不给 那我到时候 就拿萝卜干和咸菜 招待你那些宾客 你敢 那我们就走着瞧 不 照顾规者啊 犯不着跟他怄气 这个家伙弄不好 真和你们还是认的 去 你给他送一张通行证 是 等等 因为团的那个装备 都已经配备机了 放心 绝会托行动的后退 您好 我们是楼外楼尽菜的 这是通行证 有通行证怎么了 有通行证也得检查检查 车抓的是什么 拿着 来来 长官 长官 怎么着 这 这是新鲜的水 给何市长请人吃饭饮的 你要是把它弄伤了 不新鲜了 回头何市长贵罪下来 你得担着 我说 怎么了 不就是酒楼吗 还拿盒子脑下来我咋爷们 走走走 走走走 谢谢 进来 拿东西 老伦 一会儿我们把车牵到前面去 好 把车牵到向唐的暗室里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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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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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去看看乔生和嫂子吗 太晚了 这事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还有啊 这事你别让母妈知道 她担心的 好 对了 我们肚子饿呢 有什么吃的 汤上有了 去大汤腾瓦 我给你们拿过来吧 好 走 走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对了 明天啊 你带到家里去填补箱避一避 我不想他们输千里 在楼外楼杀人 秒三四二后行 方方面面 都要考虑清楚 我只能放手一搏了 水 万业偷进的黄鼠狼 谁啊 快当时杜小生 二少爷 他不是罕见 开门吧 黄鼠狼偷进 谁 见机行事 你这重点 应该放在后半边 别忘了 我怎么可能当汉奸 大晚上的 你来干吗呀 我刚刚接到命运 明天让我带梁小队来楼外楼 保护何栅还有南京的遥远 我知道你们准备在这动手 所以我来提醒你们 你们根本没有机会下手 即便你们把何栅杀了 你们也休想离开这儿 因为明天楼外楼 必定围得跟铁桶一样 飞进制苍蝇都难 那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 可以载在家里动手 这都是个好主意 在家里动手有把握吗 好 来 你坐 小车 你去过何栅的家 对于它的起居进出 有什么规律 你了解吗 我去过他们家 他们家就住在集散邦 四周呢 住有高墙 平时两扇黑漆的大门 永远都是紧闭的 门内是有门房 有两个保护负责经备 这个盒子平时在家 除了跟家人一起 在餐厅里面吃饭 其余的时间 常常都是一个人 在卧室里面 门上配有四个零锁 外人是很难接近的 但尽管这样 那儿的戒备 相对没那么森严吧 所以我想在那儿动手 这是有可能的 而且他们家附近 有多条小巷四通八达 咱们得手之后 也便于逃脱啊 但是关键问题啊 是得想个办法 怎么借负他们家 佩哥 您 我倒是有个办法 这个盒赛啊 喜欢吃咱们楼外楼的浇花鸡 曾经呢 好几次是派人给打包送去的 还有一回呢 是让伙计给送去的 伙计送去的 对 那要不这样吧 我们啊 就装臣送交货自己的伙计 骗他开门就骗 骗不开我们强行进入 只要进去了 他就插尺难逃 小巷 你经过和朕的家 你把他们的具体地形 给我们分析分析 我们几个合计合计 明天的行动方案 来 我给你们仔细清一下啊 您瞧瞧 风水啊 这地方 可事长 来来来 请请请 这杜小生说得对啊 您看这楼外楼围得跟铁桶似的 咱们要在里边动手的话 真的够强 何先生 您瞧瞧 这个布置的 你觉得怎么样 这就是闻名侠耳的楼外楼啊 看着满臂的名人字画 果然不同幻想 您 亮先生 早年间 您就是闻名华夏的大楼 这里是杭州的文脉之地 所以呢 何先生特意在此设宴 为您接风洗针 何市长有心了 应该的 应该的 西湖醋鱼 代表辛苦 这个我给各位先介绍一下 这位是政务院秘书长田龙生 毕业人何在 先任杭州市市长 请多多观察 这位是我的四重五官郭强熙 好好好 毕业人何在 请多多观察 这位是机关保费局赵局长 好好好 请多多观察 这位是机关事务局董局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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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慢用 来 上赛的时候 要弄一张五合算的饼片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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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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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东西对你 你千万小心 别紧张 我不会有事的 来 怎么了 我想去看看小山 去 赶快去 还有嫂子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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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也没提前说一声 还鬼鬼祟祟的 来 给我 什么东西要那么沉 别问了 这一次我是回来执行的 任务的 是倒过来看看你跟向深 向深 已经睡下了 那我就不叫醒他了 你记得告诉他 我回来专专看过他 家主 我不管你去做什么 千万别罢命大声 我不过来 你去做什么 我看你 你会知道 我看你 潮流 我看你 你别 我看你 家常便饭 柴米油盐 一周一帆 感念天地恩典 山外有山 楼外楼 美景佳肴 醉了多少角力豪杰 红尘棍 烟雨漆 天地下哪有不散的殿兮 春宵的长笔 踏雪的断桥 茫茫人海 谁是我 地老天皇的情侣 南米北面 无畏俱全 人间的烟火 名义是为天 悲欢聚散 温宝鸡寒 苍生甘枯 世事挂在心间 山外有山 楼外楼 离经沧桑 放置世间糊了酸甜 难道已好而难 只为那风衣 促使过太明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